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推动能源税利法 第三个 减碳目标入温减法 第四个 取消工业电价补贴 取消工业电价补贴 第五个 健全绿能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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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能源会议 经济部还想要再讨论说 我们是不是核电厂要研议 或是说要保留核四将来重启的 起风的一个空间 但我们都知道 环境基本法已经制定超过十二年了 一个法律要求要以非核为目标 那政府最基本的 你要依法行政 其实我觉得今天根本不需要讨论 还要不要核电这件事 而是应该要开始积极的讨论 在没有核电的状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实时期 来落实能源的目标 因为你的政策本来就应该建立在 你要去实现现法律的目的 你说研议 那明显就是抵触它的目标 我上个礼拜参加新北的那一场 我感觉的就是 政府说再生能源 因为技术还没有非常成熟 那节能减碳又很困难 到最后又怕我们经济发展迟缓 或者大家会缺电 所以他的结论不敢讲出来 他说核电厂要演绎 那如果是这个目标的话 我想那就是什么 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就不要开这个会了 维持现状基本上就是苟延残喘 苟且偷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两个最主要的电力来源 第一个核能 核能显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能源 它不能承受的一次的大灾难 一次之后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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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炭跟天然气是最大的来源 好 核能确实是一个危险性的来源 那它一次大灾难之后 我们之前因为核能有的全部都不见 而且后面很难处理 这是第一个 核能是危险的 第二个 石化能源 石化能源是一个渐渐枯竭的能源 因为它其实看起来就50年的寿命 而在这个逐渐枯竭的过程中 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那相对于我们目前在发展再生能源 这样能源的电价确实是越来越低 因为其实越来越成熟 那我想所有先进国家都在想一件事情 它不能就想5年10年 它想的是30年50年 其实在我们本来只在乎自己用电便不便宜的同时 其实也让自己便宜化了 怎么说 也就是说 本来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担心自己的电价的时候 其实忽略了这个政策的不公的时候 其实是造成了我们的财团可以用廉价的电 廉价的水 廉价的土地成本 甚至是廉价的劳动力来共够了一个廉价的社会 然后最后呢 用廉价的制造方式给我们非常奇怪的黑心油 我觉得在这个几年的过程中呢 其实这个社会正义的议题 应该也要被放入能源政策作为一个讨论的方向 最后是我想提到说 能源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果实到底要怎么样分配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今天身为一个年轻人最主要站出来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甚至现在还是 在一个发展政策之下 导致劳动以及环境的条件非常恶劣 那我觉得政府他没有去正视过去经济起飞的模式 他就是建立在高污染高耗能的情况之上 我们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代 其实真的有在这个发展的方式上面得到一些果实 先不论说环境上面的一些破坏 确实也让一些劳工还有台湾人民去尝到一些恶果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不断聚荣在少数人的手松 然后政府还是继续用这样子的补贴政策 包括电价补贴去养这些财房企业 然后不去正视人民的需求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根本不可能再走回这条路了 而且我们也不愿意再继续用剝削环境的方式去走 但是政府也在说要转型企业 产业要转型 另一方面又继续用经济要发展 必须要电量成长这样的论述欺骗人民 我觉得他实际上根本就是在包庇 不愿意转型的企业 继续让这些财团用旧路从人民手中夺走 安全还有干净的生活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面对的压迫 不只是在过去的那样的发展方式 我们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果实了 而且我们也被迫困在旧有能源政策 还有产业发展交织的结构里面 我们看不到政府拿出长期的有效 真的友善于环境的能源规划 只是用核电继续绑架一个又一个失大 我感到非常的心灰一人 谢谢大家